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华硕的XG30UQ 相比于PG30UQ慢输液晶 它更换为了快输液晶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XG30UQ整体的包装延续了ROG Strix系列的黑红配色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支架 一个底座,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一张ROG贴纸,一张保修卡 四个闭罐罗座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仪器是CA410 做了SGB模式下的色准和γ曲线的校准 如图我们可以看到 报告中的平均色准为1.34 表现尚可,但最大的色差达到了4以上 并且采样的数据相对偏少 所以它整体相对来说是一般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ROG的校准报告做的是比较诚实的 和我们后面测试的数据差异并不大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还需要再拧上4颗螺丝 再装上装饰环 才算安装成功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相对来说是一般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XG3UQ和之前发布的PG3UQ 在造型上基本是相同的 正面都是三边窄边框的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是ROG的logo 底座一样是爪形的设计 但材质由PG的金属换为了塑料 背面是家族式不对称设计 玛雅纹路加纳斯工艺 但比较遗憾的是 XG3UQ ROG标志是不能发光的 不支持神光同步 占力锐减50% 在背面的左下角位置 是它的菜单按键 由一个摇杆按键和4个实体按键组成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中心度的旋转 但不支持横竖屏的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整体外观设计 相比PG3UQ是有一定程度的缩减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银色的ROG 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首次开启 屏幕会提示默认式省电模式 需要手动确认进入标准模式 开启以后的低转感受 它没有PG3UQ那种量子点 射域过饱和的现象 通过一切测试 它默认的射域空间为sRGB 射域容积为105% 在菜单中开启宽射域模式后 射域容积达到了132.7% DPI为137 实际的字距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条状排列 指向素的形态是鱼鳞状 菜单中提供了6500K 7500K 9300K 和用户模式四种色温选项 在实际的测试中 出厂默认的色温为6600K左右 还是比较接近D65的 射域方面 菜单中设有三个模式 分别是sRGB DCI-P3和宽射域模式 但在实际的测试中 宽射域模式也是P3的空间 我们测试了这三个模式下的 射域覆盖率和射准 其中sRGB模式覆盖率为99.6% 平均色差值1.15% 最大色差值2.45% 表现不错 DCI-P3模式覆盖率为95.55% 平均色差值0.96% 最大色差值2.56% 表现也不错 宽射域模式 同样是95.5%的P3覆盖率 平均色差值1.08% 最大色差值3.21% 这个表现要略差于专用的DCI-P3模式 但整体这三个模式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菜单中的游戏优化方面 它内置了GamingPlus的纸菜单组件 包含了FPS技术器、实质准心、狙击手和定时器等功能 其中FPS技术器有数字和柱状图两种呈现方式 另外菜单中还有一个暗部提升功能 包含了三档 调剂到最大之后 暗部有一定的提升 并且没有明显的发挥现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可以达到4K160Hz 10bit RGB444的全范围输出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FRL6 4通道12G 总计48G的满速带宽 连接PC可以达到4K140Hz 12bit RGB444的全范围输出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 所有的游戏和视频内容 并且支持自动低延迟 VR和HDR10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4K60Hz RGB全范围的HDR输入 开启高阵力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4K48Hz到120Hz的422颜色格式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4K60Hz 并且支持High DPI和高通代范围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4K47Hz到14Hz的刷新率 并且支持High DPI和高通代范围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120Hz的状态下 它的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的状态下 输入延迟为6毫秒 整体的输入延迟表现优秀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插去32Q中心亮度 红色部分区域超过了400L 周围一圈紫色的部分为350L到400L之间 靠近边缘的蓝色部分为300L左右 整体插去32Q的亮度均匀度方面 表现是比较一般的 色度均匀度方面 屏幕的边缘区域相比中心区域是偏冷的 色温在6700K到7200K之间浮动 整体色度均匀度表现伤可 接下来的暗场画面 屏幕的亮度在0.1L到0.6L左右波动 右上角有一个条状的漏光峰值 接近0.6L 整体的暗场控制表现中等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插去32Q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56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79%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S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Display SD600的认证 通过垂直扫描线的测试 它是8分区测入式背光 在滚动球光柱测试中 它的背光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SDR亮度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APL状态下的峰值亮度 在板板的窗口下 它达到了最高的653L 并且能够较长时间的维持 表现不错 SDR实景方面的表现 它具备三种SDR曲线模式 分别是华硕游戏模式 华硕影院模式 以及控制台模式 三种模式的色域表现是相同的 主要的差别是它们的EOTF曲线 在0-50的灰阶之间 三种模式的EOTF曲线 都高于标准的PQ曲线 以此来保留更多的暗部细节 到了60%的灰阶 影院模式的调校最为保守 没有做任何的硬材阶和拐点的处理 亮度是随着灰阶逐渐递增的状态 这个模式的好处是在于 它能够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缺点是它的实景亮度偏低 控制台模式实际正确的翻译 是主机游戏模式 它的调校思路和SGIG的标准一样 在高于70%的灰阶 直接对亮度信息做硬材阶的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提供 更高的实景亮度 缺点是亮部可能出现过曝的现象 游戏模式的曲线调校 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70%以上的灰阶 加入了拐点 并且做了滚降的处理 既能够保证一定的亮部细节 又能保证SDR实景的亮度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射图 控制台模式的太阳中心亮度最高 达到了610尼特 SDR的游戏模式则是520尼特 SDR影院模式为500尼特 在演讲等流动画面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中等 红色依然有一些过饱和的现象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差距上UQ的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SDR游戏体验 高光表现和色彩还原都还算不错 并且暗部细节也得到了一定的还原 整体的表现在SDR600的机型中 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除去SDR之外的游戏体验 差距上UQ支持160赫兹的刷新率 通过实际的测试 在160赫兹的状态下 画面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OD档位方面 它有6档可挑 其中禁用和1级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2级最大过充为2% 3级平均过充2.3% 最大过充13%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4级最大过充为53% 5级最大过充为79% 这两级能够看出明显的鬼影现象 属于是不可用的状态 最终我们以3级4.96毫秒的成绩为它的最快可用速度 这个表现在4K快速液晶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差距3AQ的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它在数据天地棒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做工和走线是比较公正的 主要的元器件分别是OSD按键PCB 中央屏蔽罩下方的驱动板以及面板本体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驱动板 主控IC4年用的MT68552 和PG3AQ的主控芯片是同款 它可以支持DP1.4A和48G满速HDMI 2.1的协议 并且两种接口都支持DSC技术 主控IC的周围有4颗蓝牙异性的DDR3内存颗粒 主控芯片是Di-Lock的AS382411 USB HUB芯片是威胜的VL817-Q7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面板 形容为M320QN02.9 这是一块全新的友达快速液晶IPS原装模组 常规峰值亮度440L SDR峰值亮度最小值为600L 面板的原生灰阶响应时间为5毫秒 色深为8斗石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整体的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 接着我们来看XG321Q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XG321Q达到了132%的SRGB的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58名 S在亮度方面实测最大亮度为441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29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133比1 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90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实际的各角度观测 XG321Q的表现是中等偏上 只有在较大角度下才会出现亮度衰减的情况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克的白点测的下 差距上UQ最大差值为18.48%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108名 表现糟糕 XG3单独设想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653L XG4峰值亮度天体榜排名第28名 XG321Q方面实测为1157比1 XG321Q对比度排名49名 表现中等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拥有8区的测入式背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它有6档速度可调 分别为禁用1级2级3级4级5级 通过一切测试 禁用模式6.89毫秒 1级6.14毫秒 2级5.73毫秒 3级4.96毫秒 4级4.41毫秒 5级3.74毫秒 通过过冲率和实际的观测 4级和5级有明显的鬼影现象 属于是不可用的状态 最终华硕XG32UQ 以4.96毫秒的无鬼影响速度 排名在响应时间天体榜的第40名 好了 我们来对XG32UQ做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优点 1 有达2.9的快速液晶原装模组 最大160Hz的刷新率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并且速度达到了4.96毫秒 整体的游戏性能表现不错 2 硬件低蓝光 SDA和HDA均为DC调光 48G满速HDMI 2.1的带宽 对于PS5和XBOS Series X的兼容性优秀 输入延迟表现也不错 4 SDA模式有三种EOTF曲线跳跤 SDA实景体验表现不错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 8分区的测入式背光 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2 面板整体的均匀度表现比较一般 3 外观有缩水 没有标志性的ROG光效 底座材质质更换 相比华硕自家其他机型 XG32UQ的安装也略显复杂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XG32UQ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